你要清楚的話,你可以跑一個回圈 跑完回圈之後呢 它就會呼叫的話呢 它的邏輯是這樣 如果扣完它之後 扣完它,它跑完End Sub之後,它又跑回來了 繼續跑 這樣的話,那繼續往下 跑完之後,程式就結束了 OK,那這邊的話 我想這個地方,各位再把這個地方再做一個 做一個這個練習,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 這個地方,來把它Run一下 最好是有一個清除,可以來確定一下 那這樣再檢查一下,剛剛這個七段 底下就不會有七段 因為資料被我清除掉,它等於reset一下 就OK了 另外呢,再教各位一個方法,教各位一個在VBA的小技巧 這個所謂小技巧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想要觀察 這個A裡面的值的變化 其實各位可以按右鍵 可以新增什麼呢 監看式 這個所謂新增監看式呢 在A的地方 監看,那監看什麼呢 比如說我今天 我剛剛有跟各位提過,你可以在 Fall 的這個地方 或者Fall的下面 SlickCase這邊 做一個中斷點 這個所謂中斷點 就是可以讓程式暫時停住 然後呢,我想要看一下 A怎麼樣的變化 另外呢,你也可以觀察什麼呢 這個 正列裡面的值的變化 那我怎麼觀察呢 實際上呢 就是讓它跑一下 它就會停在這個地方 程式呢,就會暫時停止在這裡 那我現在呢,可以看一下 這個A的變化 那怎麼看一下A的變化呢 比如說為什麼要清除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展開來 現在呢 裡面會有 台北市 新生難度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是For K的2到6 我沒有清楚 0跟1嘛 所以 前一筆的資料還會在 OK,那這樣來的話 往下繼續 按F8 F8它會往下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底下你可以透過 新增監看式呢 可以看到底下的值的變化 有沒有看到 底下 新增監看式呢 如果我跑到哪裡 有沒有 底下也會跟著 產生裡面的值的變化 因為它裡面有資料放進來了 有沒有,放進來了 那透過新增監看式呢 我就可以去看 這個正列 到底它裡面 有什麼樣的改變 配合什麼呢 配合中斷點 跟F8 所以這邊的話呢 有一些相關的 除作技巧 這邊跟各位說明一下 中斷點 按右鍵 新增監看式 另外呢 再配合什麼呢 所謂的中斷 就是F8 這樣的話呢 可以幫助我們在 在程式撰寫呢 會很容易抓到 所謂的BUG 湊蟲 因為其實 寫程式難免會有BUG 有錯誤 那你要怎麼樣寫出 沒有BUG的程式 這一點很重要 那這個小訣竅 跟各位 做一個說明 OK 把畫面的先 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著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試著把它完成 好了 那我們等一下要繼續再來看 這個我們書裡面的那個問題 3 1 0 0 3 5 7 7 8